今天是1月21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先祝您大保身洁愉快 我是苏欣 槟城大桥修旅车坠海岸 发生大约38个小时后 坠海的白色修旅车和司机终于被巡获 根据吉泊海市执法机构主任罗扎里透露 由大马皇家海军、水警以及萧整局组成的搜救队伍 在槟城大桥第34根桥柱 发现了坠海白车的踪迹 搜救队伍也在车内发现司机的遗体 令人揪心的是 根据遗体的动作 司机正在尝试开门逃生 但是不成功 在这之前网上传出两辆涉案的车 在事发前赛车的短片 宾州总警长拿督纳仁接受媒体询问时说 警方会把短片转交给有关部门进行验证 以确认短片的真伪和查明涉及最海岸的两辆车 当时是否真的在赛车 威中警区主任聂罗斯也披露 黑色轿车的印尼司机 尿也检验对大麻呈阳性反应 由于他目前还在医院治疗 警方还没向他录取口供 但是已传招五名朋友问话 此外 最海司机梅君秉的五名男女家属 今天下午到达绥警总部 了解搜查行动的进展 随警向他们讲解搜寻的范围 也拿出昨天找到的汽车手册 让家属确认 其中一名女家属在看到手册后落泪 还对着大海呼喊梅君秉的名字 令人心酸 另一方面 滨州首长曹关勇针对此案 建议南北大道公司 滨城大桥及滨城第二大桥公司 研究现有的桥梁防护栏 看看是否有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 加强防护农历 农历新年将至 就有私酒集团从邻国走私了百万令吉的洋酒入境 准备在农历新年大捞一笔 不过这批私酒还来不及发货 集团就被警方一网打尽 据了解这是我国今年最大宗的洋酒走私案 警方在行动中起货了市值 一百六十万令吉的各类洋酒 以及两千张伪造税务印花贴纸 武器阿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局总监 拿督斯里阿克里沙尼 今天在记者会上透露 这项突击行动是在前天早上七点 在雪州浦种金鸾镇一间工厂内展开 阿克里沙尼说 这个私酒集团是由其中一名落网的 华裔男子所操控 集团在国内运作了两年 相信是看准农历新年的商机大量进货 主要供应巴生谷一带的市场 他也披露 警方会在今年重点打击走私活动 同时警告烟酒走私集团 不要挑战警方 来看社会新闻 昨天晚上八点 从麻坡往马六甲市区 靠近万里旺的路段 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辆麦威轿车 在悠转入口处 怀疑是失控冲入了反方向的车道 与迎面而来的宝藤赛家轿车相撞 造成三死三伤的惨剧 其中一名死者 还怀了七个月的身孕 车祸发生后 两辆轿车都撞得悔不成形 三名死者分别是 麦威轿车的22岁男司机李文勇 以及宝藤赛家轿车内的乌易夫妇 他们的一对年幼儿女在车祸中受伤 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一家四口从此阴阳相隔 另一名伤者则是和李文勇供车的女子 车祸现场之后出现长达8公里的车龙 警方将原营陆路交通法令 针对车祸展开相关调查 焦点转向极打 双溪大连大街的元龙金殿 今天早上险些再被抢劫 一对鸳鸯匪带着短枪和铁锤 在今天早上10点10分闯入金殿 匪徒大力敲击玻璃展示柜 没有想到玻璃没有破 反而触动了警铃 匪徒只能空手离开 这时金殿在短短5个星期内 被匪徒二度光顾 去年12月15日金殿也曾被匪徒抢劫 当时被劫走大约20万令吉的金士 登家楼一名拿督籍州议员 涉嫌在去年5月 以筹办选区活动名义 虚假申索50万令吉款项 昨天下午被反贪会逮捕 这名州议员今天被带上法庭申请延扣 退市庭批准反贪会 在伪造申索条文下 延扣他三天协助调查 另一方面 官单一名乌易劳工 涉嫌强奸朋友的10岁孙女 今天被控上官单递庭 但是他不认罪 法官不准他保释 案件定于下个月25号过堂 同样被控性骚扰的另一名乌易男子 涉嫌在北根 性骚扰一名15岁的乌易少女 今天被控上法庭 由于被告患有精神病 法官不准他保外 案件定于下个月20号过堂 并且宣读被告的精神医药报告 将年转向如佛 习家墨 涉嫌性侵案的佛门法师 是照亮 今天延扣期届满 不过他再被警方 根据最新的投报 重新逮捕 预料会在明天被带上法庭申请严扣 金马轮选民还有五天就会迎来补选投票日 补选的气氛如今已经相当浓烈 不过还有两个星期 华人就会过年 金马轮似乎没有什么年位 来看特派记者黄志正的采访报道 那侍奉金马轮国席补选呢 在金马轮的大街小巷 都可以看到由国阵和西蒙 所张挂的这些蓝色和红色的档期 但是距离农历新年 只有区区的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边的市区的新年气氛 都还可以说是相当的冷静 记者今天走访金马轮丹纳拉达 碧兰璋 直棱甲和甘榜拉惹后发现 配合五天后巨型的金马轮补选 一路上都张挂着不少西蒙 和国阵的旗帜及横幅 不过还没有看到张灯结彩的新年装饰 据了解 上书地区都是华人居多的地区 不过近几年都没有农烈的农历新年气氛 当地居民归咎于三大因素 其经济不景气 游子还没有回乡过节 其人民在改朝换代后 仍处于观望状态 今年好像没有一个过年的气氛 可能是在跟人 年轻人已经没有像同学人 还会被这样兴趣 突然间政策换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不太适应新政府的政策 所以各个都在守住 看未来的 过了年之后看会怎么样 去年在一月头就开始忘了 现在是剩下14天还不会忘 往年就好一点 因为今年是什么都行情没有这样好嘛 所以就比较slow一点了 正常的东西来的嘛 金马伦市区的市集也已经开始售卖年糕 年饼年干等年货 不过许多商家在接受访问时都投诉 由于事到不好 消费者如今都还没有开始办年货 相信要等到新年的一周前才会有生意 看来金马伦现在要等到补选落幕后 才会开始出现新年起分了 中国包裳之阵采访报导 美国加州在20号晚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千文奇景 超级雪狼月 这是一个由超级月亮 雪月以及狼月所组成的天文现象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雪月是指月泉时发生之际月亮呈红色 狼月则是指一月的满月 这是今年唯一的月泉时 也是这三年来雪月第二次高挂天空 根据报导 月时是从大马时间上午11点34分开始 由于亚洲当时正好是白天 我们都无缘见证这个奇观 摄影发烧友 如果想要拍摄日出日落和夜空银河 或许不用砸大钱出国了 柔活新帮令金黄黎元 可能会是你的选择 那里没有光害问题 吸引了不少本地和新加坡的摄影爱好者 还有人在当地拍摄了得奖的摄影作品 新闻最后我们带您走一趟新帮令金黄黎元 我是舒心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